欢迎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 首例快筛出大包 台中市政府赠送高风险等族群 每人两剂快筛试剂 不料其中一款美国进口的富乐快筛 有一个批号的试剂出问题 在检测之后C线竟然没有出现 那么台中市卫生局详查之后发现 有33万剂出包 已经发出了两万九千多剂 要赶紧来回收 换发心得给民众 不止在台中高雄市也发现 买到了同一批有问题的快筛试剂 库存还有十万剂左右 台中市府撒币送高风险等族群 免费一人两剂快筛 没想到被民众发现 居然有快筛不能用 有啥次 西线没有出现 5月26号到6月9号 在我们台中的医疗院所 施打新冠疫苗的 六十五岁以上的市民 以及五十五岁以上的原住民 我们都可以再发两剂的 这个快筛试剂给您 台中市采购美国进口快筛试剂 复乐批号COV 二零二五零五六 共三十三万剂 发出两万九千三百剂 给三批市民 高雄接到台中通报 也发现有买到这批问题快筛 库存还剩十万剂 通通都是取样后 滴入取样点 却没有浮现平管线 没有C线 等于无法验出正确结果 台中市府及高雄市府都表示 将开放让民众拿问题快筛 至卫生所回收 并领取新的快筛 没想到好意送快筛 却送到瑕疵品 这还是全台首例快筛出大包 真是始料未及 记者 刘云斌望士涵 台中高雄报道 屏东十号上午精传 有十五岁的少女 染疫在家陷入昏迷 她是六月六号确诊轻症 但是没有想到九号的晚上 八点左右告知家人说想睡觉 但是隔天上午竟然被发现 已经昏迷根本叫不醒 少女的弟弟发现之后 吓得赶紧求救 而救护人到达 发现少女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送医抢救一个小时 仍然回天罚术 据了解她六号确诊后 就有喉咙痛还有发烧等症状 那么诊所视讯问诊给了药 但是九号晚上 还是觉得身体不舒服 隔天上午竟然就抢救不止 十五岁少女紧急被送进医院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一旁的医护人员 各个全副武装 面罩防护衣 N95口罩全都不能少 因为少女是确诊者 十号一早陷入昏迷 少女是六号确诊 这期间透过诊所视讯给药 主宿喉咙痛咳嗽 头昏以及发烧 九号晚上说想早点睡 八点多就上床 隔天弟弟发现人叫不醒 送医抢救一小时回电罚术 八点十三分就抵达 位于大楼里面的住家 并且把少女送到医院 经过急救后在九点二十分 死亡 在外工作的父母货报感到医院 低调不愿受访 根据了解少女申请有糖尿病史 打过两剂BNT 结果确诊染疫短短四天 人就走了 邻居透露少女父亲一早出门上班 12岁的弟弟因为也确诊居家照护 发现姐姐昏迷后吓坏了 打给住外面的大姐跟外婆 最后是大姐通报消防 医师提醒慢性病患者染疫后 病况会更难控制 务必监测身体状况 以免病情加剧 造成难以挽回的悲剧 记者张春华评论报道 南台湾的疫情正处高原期 高雄和台南都宣布 下周校园维持远距教学 不料屏东公告 高中以下的学生 5到17岁疫苗覆盖率 已经达到92.45% 因此下周开始要恢复实体上课 这立刻引发家长的不满 海量的留言灌爆了 潘梦安的脸书 大骂高雄都停课 以为小孩子才打了一剂疫苗 就是无敌铁金刚吗 家长也质疑 国小和幼儿防护力都还没生效 为什么要急于一时 星期五一早诊所才刚开门 家长骑车载小孩冲来打疫苗 回家还有两天时间让身体适应 卫生所疫苗站同样急慢人 大人小孩这么紧张都是因为 屏东县长拍梦安脸书宣布 五到十七岁学生 疫苗覆盖率高达92.45% 所以六月十三号起恢复实体课 让家长心里点点点 家长们会担心不是没原因 十号南台湾 高雄近万例全台第二多 台南六千两百九十一例 屏东近三千例储高原期 屏东却恢复实体课 潘梦安脸书立刻被家长留言灌爆 大骂高雄都停课了 以为小孩打第一剂 就是无敌铁金刚吗 你当大家很闲把小孩接来接去吗 疫苗刚刚失打 他的防护力还没有产生 有必要说在这急于一时吗 南台湾全诊个案居高不下 屏东率先恢复学生实体课 话说的很简单 但家长打脸继续请防疫假 尤其国小和幼儿园学童 可不敢拿健康开玩笑 记者张春华王书宏评论报道 张化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 他打完了AZ疫苗 不多久竟然出现了严重的落法 变成了圆形图 没有办法确定他落法的主因 和疫苗之间是否有关联 不过中央还是决定要给予 两万块钱的救济金来补偿 不过很多人说 毕竟这个落法影响到容貌 实在很巨大 补偿两万块好像有点太少了 到底怎么样自救 来顾好我们的头发 要吃些什么 我们带你一块来看 手一摸大把大把头发掉落 不止女孩子还有壮年男子 前额头发瞬间凸了 这还算好 有人原本枕头的茂密头发 几乎掉光光 这些案例同样都是打完疫苗后 出现的疑似副作用 不管是莫德纳 BNT或AZ都曾出现疑似落法的 不良反应 彰化一名三十多岁男子 落法严重圆形图 向中央申请救济 成功补偿两万元救济精 打完这个疫苗之后就出现 蛮严重的这些 秃头落法的情形 不过基转上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也许跟免疫系统有关系 疫苗大多副作用 为皮肤过敏或血栓 救济精则从两万到150万不等 两万我还觉得太少了一点 最少要十字吃负吧 秃可能要看是暂时还是永久性的 然后两万的话 个人会觉得偏少 打完疫苗出现的疑似落法副作用 能不能转回来 目前还需要观察 但医生说建议食补 像是薏仁 萝卜 南瓜等等 都能补充营养素 另外避免高压生活 规律作息 恢复秀法 多少会有帮助 记得陈生文 徐文文彭新 章话报道 孩子都已经生病了 还可以吃冰吗 有家长发现孩子拉肚子 还呕吐 赶紧帮他挂急诊 不料急诊室的医师 竟然拿出了冰棒给孩子吃 让他吓一大跳 急诊医师要破除大家的迷思 指出像是这个利用冰棒 就可以评估孩子身体的 三个重要指标 有些病毒甚至是吃完冰棒 就可以直接回家了 到底有哪些三角评估 我们带你一块来看 小朋友拉肚子 呕吐挂急诊 家长好担心 以为医师检查后会先开药 没想到进去要求小孩先吃冰 医师指定家长买冰棒 看着小孩在急诊吃完后 没多久就对家长说 可以带人返家 这样的神操作 让家属相当错愕 因为传统印象中 吃冰不是对身体不好吗 但冰棒竟然是国外儿童 急诊的小配方 光从吃冰棒 就可以进行小儿评估三角法 观察孩童外观 呼吸和循环 如果小朋友愿意吃冰棒 活力就没有问题 吃冰棒时不会喘 呼吸也就没有大碍 而吃东西时肠胃到消化 需要大量血液 如果血液循环不好 小朋友就不会想吃 或吃了会吐 但可不是什么兵都可以 调选果汁冰棒或清冰 避免牛奶冰或冰淇淋 另外也要注意 有些症状不适合吃冰 神病的孩子不能吃冰吗 现在衣食破除迷思 冰箱背着几只冰棒 不仅在家就能了解孩子状况 也能说坏 孩子紧张 就王志文 张妹子采访不懂 疫情还是很紧张 但台中沙路有夜市 竟然逆势开张 占地2200平 号称是海线最大 这摊外卖的东西也很特别 竟然有一整只烤箱鱼 比成人手掌还要来得大 连皮带骨通通可以吞下肚 另外罕见的炸蟋蟀是跟薯条串在一起卖 不少人买来尝鲜 都说吃起来没有看起来那么恐怖 夜市小吃五花八门 这种的有见过吗 看起来像串烧白色部分是薯条 黑色拇指般大小的 竟然是蟋蟀 吃起来口感如何 脆脆的 很像西虾 会不会有爆漿的感觉啊 没有就是还好 但是很香 炸蟋蟀一串四十元 民众买来尝鲜 都说吃起来没有看起来这么恐怖 南部那边很多人在有这种养殖蟋蟀 含有非常高的高蛋白 新开幕的陆丰夜市 号称台中海线最大夜市 除了罕见的炸蟋蟀外 还有卖烤箱鱼 比成人手掌还要大 整只都可以入口不用挑骨头 吃会爆满这样子啊 也是看往路上说好吃才卖的 摊位前大排长龙 老板先炸再烤 一百元一只还有分性别 红的肉质比较细 捂的有满满鱼软 鱼肉要标示黑色的点 特色小吃再来一家 烤肉串猪肉鸡肉不稀奇 山产店才吃得到的鸵鸟肉 鹿肉独门调料 再撒上孜然粉 让人一口结一口 吃起来蛮有嚼劲的 但是不会踩踩也不会硬硬的 蛮多汁的 然后很香 有点像牛肉就蛮嫩的 台湾人爱光夜市赶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开业 台北市的确减数字慢慢往下降 在今天是在五千例以下 不过市长柯文哲 忍不住算起了旧账 他酸中央 当初蔡英文总统召开防疫会议 独漏了疫情最严重的双倍 只好当他们是党内联谊会 他也忍不住吐苦水 说经常被人穿小鞋算计 也说始终摸明白 防疫怎么会有党籍之分 疫情北降男生 台北市催眷数字明显往下降 从高峰破万 到十号降到五千例以下 市长柯文哲回想防疫这一帐 不免再酸中央 4月疫情大爆发 总统蔡英文在官邸 召开防疫会议 却只邀了绿营首长 忽略疫情超严重的双倍 柯文哲想来还是愤愤不平 不仅防疫看颜色 当初双倍首长 抛出快晒阳级确诊 柯文哲也带头实施 防疫急门诊和抽来素裁剪 向中央建议却没人听进去 怕被抢了功劳 最后却全盘照抄 但苦的却是老百姓 防疫超过两年 中央集权 地方苦不堪言 唯有放下政治算计 才能度过疫情高原期 这张萧林佩杰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澳门赌业集团 将一名信鼓的台湾男子 一状告上了法院 说他击欠了 大约12亿台币的赌债 这名赌客 2020年的5月份 就曾经有豪赌过19亿 一个人撑起了 整个澳门三成的博彩收入 赌场把他视为是 行走的金珠 除了让他入住豪华套房 还有专用厨师管家 24小时 十几个人全天后 待命来伺候他 赌业集团 幸好博亚 向澳门初级法院 民事法庭状告一名股性台湾人 追讨3亿3千万澳门元债务 结合约12亿台币 澳门博彩传媒报道 这股性台湾豪赌客 2020年5月曾经在当地 豪赌约19亿台币 当时正式疫情下 最少游客的时候 他一人的豪赌占了赌业收入的三成 被赌场视为超级VIP 行走金珠 只在用餐方面 听闻 只在古生点名 说个好吃的餐厅 负责落出的师傅 就要24小时 在申后待命 专者接待他的 就有十几人 安排他住的 当然是超豪华套房 而幸好天地 有澳门最豪华的 墨破式饭店 除了房内设备豪华之外 乘搭观光电梯 可观赏到饭店设计 充满科幻感 770个房间中 三间是有游泳池的别墅 不知道是不是受得 申后太多超级款待呢 他当时都有去过永利 和其他私人渡厅玩过的 都有斩获的 唯独去到申后就输钱 稍事说 古先生赌博资历丰富 90年代在美国 拉斯维加斯开始卸足赌场 他每年都预留几亿元 庞大金额赌博 这次并不是没钱还债 而是对赌场有些不满 而拖欠债务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欧洲超跑车商庆祝在台 50周年推出了台湾独步的 纪念款新车 同场展出八部稀有的经典款 让车迷一保眼赋 欧洲超跑车商新总裁 用国语跟大家问好 拉近距离 这也是车商在台50周年庆 全新车款亮相 在这周末举办庆祝活动 邀车迷一同参加 纪念品牌来台50年 车厂打造独一无二的台湾 纪念新款车 绿色车身象征着 批复台湾的雅热带山林 而这台车将在第四季拍卖做工艺 不光是新款车引人注目 现场浓浓怀旧风 八款经典车大齐盒 历史最悠久的是1973年的车款 让车迷就像走入时光隧道 记者周天强新北市报道 全台首座5G智慧长照 示范场域启用 就在高雄岗山的荣民之家 高雄市和国发局电信业者合作 利用扩增实境的技术 运用在智慧长照 渴望大幅提升照护 高雄荣家5G智慧长照系统启用 国发会联手高雄市府 利用5G AIOT与AR扩增实境技术 历经八个月实验 能提升照护的效率 模拟透过扩增实境 与医生家人远端视讯看诊 台湾迈入高零社会 市府成功先将5G智慧 应用连结长照 从网络到创新应用 都是我们台湾自主研发出来的 可以真正做到 台湾智慧长照 台湾自己制造的目标 未来将逐步推广到 全台16家荣民之家 可提供8000床的智慧长照服务 甚至是荣民医院 让全国长辈受到更好的照顾 记者高雄综合不倒